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的来宾很特别 她是我们出版界的星星Fiona 上周在我们频道北加州洋行开张满一周年的9月1号 因为现在其实还9月10号 我不知道这集录完会什么时候播出 但anyway就是在上周我们北加州洋行开张满一周年 同时也是Fiona的新书上市的日子 那她的新书的书名叫做 给没有梦想的人边走边想直押探险指南 那上个礼拜正式上架咯 然后Fiona最近刚回台湾宣传她的新书 不过在这之前 她是在矽谷的大公司担任数据分析师 那这本书呢 是她从美国念书之后开始 一直讲到她一路上的直押转折跟心情变化 我们认识的过程呢 也跟这本书很有关系 我之所以认识Fiona呢 是两年前我搬来矽谷找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非常认真的在Linking搭讪路人 就优秀的前辈们 然后那时候呢 Fiona在一家Fintech电子支付公司 然后因为我很有兴趣 我就在LinkingMessage她 然后她就很热心地回复了我 然后我们就在电话上面聊得起来 结束之后呢 我也继续厚脸皮地说 那我可不可以加你FB 所以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成为脸友了 就像刚刚维希讲的 我们的缘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妙 那身为被搭讪的路人呢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因为平常没有人在现实世界中搭讪过我 所以我在Linking上面被维希搭讪 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所以从此之后 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 然后呢会电话会聊聊 就是求职啊职业发展啊 在美国的这种就是心酸血泪啦 所以这次来上到 为希的节目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尤其是她这么热血的愿意帮我打书 好那今天呢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Fiona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新书 然后呢这个新书呢 我先大概跟听众分享一下 它有三个大部分 如同书名所写的 它是一个职业探险指南 所以就会有很多 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阶段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第一篇呢 就会是给没有梦想的菜鸟 然后进阶篇呢 是没有梦想也不得不面对的 求职大魔王 那高阶篇呢 是给没有梦想的资深探险家 谢谢维琪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好了 就来先讲一讲说 那这本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灵堂呢 就像刚刚讲的 这本书有分成三个部分 有初级 中级 还有高级篇嘛 但是我会想要把这本书 总体来看 我觉得它是一个武林秘籍的感觉 就好像你练完了初级篇 然后你之后需要想要练一下中级篇 然后想要看一下高级篇有什么东西 这本武林秘籍全部都会给你 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武林秘籍呢 它就是一个直牙探险的武林秘籍 那首先就从这个 就是要cue到自己的书名啦 就是书名叫做 给没有梦想的人 边走边想直牙探险指南 首先为什么要说没有梦想的人呢 因为我觉得 有梦想的人直牙探险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走法可能会跟没有梦想的人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怎么说呢 有梦想的人他们可能目标非常的明确 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看到眼前想要去的那座山 然后我们很努力的走过去 或者是那个终点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赛跑选手 我们就跑过去就对了 但是没有梦想的人怎么办 他的游戏就很不一样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游戏 或他看不到一个某一个很特定的终极目标 那面对这样子的原厂设定呢 我们这种人该怎么办呢 因为在直牙探索的过程当中 以前小时候老是交答 或者是自己听别人讲 或者是接触到的都是说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梦想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热情 找到你的那条路 然后我们就往前冲吧 但是那如果没有呢 那如果没有那个终点呢 该怎么办 所以这本书我就是写给没有梦想的人主要 当然有梦想的人也可以参考哦 的这种直牙探险的这种叫战手的 葵花宝典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里面有分成三大部分 通常都是非常的多汁 那还有穿插一些 我自己个人经验的一些鸡汤的部分 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就是觉得 没有力气的时候呢 可以来喝一碗 你知道我一开始啊 看到这本书的书名 我想说完蛋 这一定要大卖 因为大部分人 就都是没有梦想的人吧 就老实说 就是有谁会说 哦我从小就要成为数据分析师 并没有这样子吧 然后也不会说 通常大家就会说 我从小要发大财 大概就这样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其实也是还是都这样了 就不要问我说 我想要做什么 我只是想要做一份 哦有成就感 然后钱也蛮多的工作 就这样就好了 对所以就我一开始 就看到这本书的书名 想说这一定一定要买了 哦我刚刚忘了补充 就Fiona其实有今年一个粉丝团 跟她的个人网站 叫做糖霜与西装 然后我也觉得 这个名字就是非常的浪漫 Fiona要不要讲一下 你的糖霜与西装的由来 对这是一个很浪漫的名字 谢谢你说很浪漫 很多人都说这个很难记 就我妈说你那个是什么 糖霜与衬衫哦 还是糖霜与西裤 然后有朋友说 你那个糖霜与西裤 很好看耶 所以就是糖霜与西裤 或糖霜与西裤都可以 好不过呢 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就是糖霜是 有点像是象征的一种很可爱的 还像小孩子的 很梦幻的 这种心境 就是说我那个时候的年纪 我开始写糖霜与西装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 大四吧 或者是 其实好像也毕业了 就是你觉得自己还不是大人 可是像你真要登大人的这种状态 西装的话呢 就代表你要进去职场 你要真的是要变成一个 就是社会人了 那我觉得 把这两个摆起来 就会特别的有感觉 因为它就是 你又糖霜又西装 你就会 就是真的是象征着一个 自己还像小孩子 但是正要转变成一种 社会人的一个 这种心境 嗯 哦 那要不要补充一下 那个Fiona 你的background 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说 你之前 回台湾之前 你在矽谷担任数据分析师嘛 但其实这个 你的职业转折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那你大学念的是国企 然后呢 对 我大学念的是国企 然后 我研究所跑去念了财务 那其实我是一个 非常非常害怕 数字跟财务的人 先倒带回来 到我大四那一年 我是有 有 有申请上 当交换学生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到了美国 当交换学生 然后呢 到了美国的时候 我就开启了 一连串 关于求职啊 履历啊 如何自我介绍啊 表现自己啊 的这一个探索 因为美国学生 他们对于就是 这种要表达自己啊 然后求职方面的训练 开始的比我们早 所以等于我大四的时候去 我才刚刚开始 接触人家履历 怎么写 很多同学可能大一的时候 就已经写好自己的第一份履历 然后就已经很积极的去参加求职活动了 那我我等于就是在那边是一个老 很老的就是新的学生的这种 重新从头开始学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到了 这一块 那很有趣的是 后来我不是去念了财务吗 为什么去念财务 我明明就那么害怕 会讨厌财务 是因为我在交换学生的时候 我跑遍了很多社团 然后英文很烂 然后自我介绍讲不太好 然后所以 学校里面的一些比较夯的一些商业性社团 我在书里面有些 我参加了一个当地最 就是学校里面最大 最夯的商业性社团里面 可能规模很大 然后每一个人他在里面都已经有很有实习经验啊 然后很会自我介绍啊 然后等于好像有点要征选什么的 才可以进去 然后我进不去 人家就是很专业 人家很厉害了 然后还有更不用说就是其他的社团 那唯一唯一收我的是一个在学校 很小的一个财务研究社 真的很小 然后我是在 我是参加他们的一个履历的履历见解的一个活动 才接触到他们的 然后我就等于有点像是一个缘分一个阴错阳差的感觉 我就接触到了这一群人 他们后来变成我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就跟着他们开始学习如何写履历 如何练习面试 那因为他们是财务研究社 所以他们就鼓励我 他们就训练我说你可以练习就是财务相关的一些知识 或者是面试技巧啊 然后呢 尽量找一些财务的实习等等的 因为那个就是我手上的资源 那我在书里面也有讲到对于没有梦想的人 有一个小配方就是你可以从你把握你手上有的资源开始尝试 既然没有梦想那你做什么都可以嘛 那你就先看看你手上有什么资源 所以那个愿意收留我的那一个小社团 他变成了我的资源 那从此之后我就变成了 即使很害怕财务 但是我也很用心的去跟着学长姐一起学习 一起找实习等等的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 考研究所的时候发现说 我当初在测传活动啊 还有我实习啊 这方面的经验非常的有用 所以那我就选说 那既然也没有什么梦想 也什么东西都可以 那我就试试看去考财务的研究所吧 所以我后来申请上次走财务研究所 然后我就去念了一个一年的 一年起的一个在一个小学校 念了一个财务的研究所 因为自己实在是没有天分 所以我还是很努力的把研究所念完 然后当然在研究所里面 有学校的职业中心辅导老师 都会很热心的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找银行的实习啊等等等等的 所以我又等于在财务的这一块领域 就是又多了一些经验 那最后毕业之后 我进入了一间公司 它其实是顾问相关 但是他做的比较多财务的case 也就是也是不忘了我念了那一年啦 虽然说东西也都忘光了 念的成绩也不怎么样 但是不忘我念了那一年 然后最后去了一间顾问公司 做一些财务的case 那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在那一间顾问公司里面 其实做case的时候需要用到数据 那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因为我很怕数电脑 电脑啊数字啊数学啊 我都非常非常的恐惧 可是我的上班 我的工作内容需要用到这些工具 例如他给他 我可能需要分析很大笔的财务的资料 那该怎么办 你就一定要去学写那一些 捞资料的语言等等的 所以硬着头皮 又学了数据处理的这个技能 那学着学着呢 两年三年过去的 大概两三年 我在那间公司待的时间 也会做了耶 就是其实你硬着头皮去做一做 发现我也会了 那会了之后 我就在想那我下一步的质压 发展应该要去哪里 然后也是一样 看一下你手边的资源 看一下你手上你会什么 我好像会一些数据分析 那我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想一想我就发现说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加州了 我是在LA 我是在南加州 那在那边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找找加州的工作吧 所以很自然而然就想到说 矽谷的科技公司 矽谷有很多科技公司 他们会需要数据处理的人嘛 那所以我就想要就是因此而转职 所以就是抱持着自己手上有什么 有什么资源 然后以及还有去研究说 我这间公司毕业 或是离职的学长姐都去了哪里 有一些他们有去了 就是矽谷科技公司 所以我就跟着去了 就是有一点点就像是说 我有什么或者是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看一看 然后我可以触及到的 我都把这个东西变成我的资源 然后就因此而就开启了我的 要面试科技公司啊 然后努力的在学履历啊 转职啊的这个过程 然后最后当然很幸运的 到了我第一间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做支付的这间公司 那做了几年之后 我又再转职 再到最近的一个公司 就是Facebook 然后也是做了数据分析 所以回首过来 我觉得我的这一整个 制压发展的过程呢 它真的就是一个 边走边看的一个冒险 这个是要cue到 一直要cue自己的书 你知道吗 就是它真的不是 一般人可能 很多成功人士 他们会说 我一开始就是要做这个 所以我先做了A的努力 然后呢 让我离目标更近了一点 然后我再去了B再去了C 可是我当然我不是成功人士啊 可是我觉得 以我这种活的方法 好像也不错 就是我可以边走边看 边走边想 然后同时你也很努力 然后你也很有冒险精神 很有热情的 去开创出自己的路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直牙探险 就是我觉得直牙 它是一个探险 它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冒险 而不是一场端跑 也不是一场马拉松 我这种制造东西在哪里 No 就是它就是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探险 然后只要有心 你都可以把你自己的经历 你自己的冒险走得很有声有色 嗯 刚刚是讲到说你的职业 就是从 为什么 大四的时候去交换 对 你大四的时候去交换是在哪里啊 UC Irvine 哦 所以也是在南家 对 对对对 哇 羡慕 南家我只需要一次 超级棒 我超级喜欢南家 我很讨厌北家 真的假的 我很讨厌San Francisco 我超讨厌San Francisco 没有啦 北家不会啦 那我就是很讨厌San Francisco 哎你知道今天我才在那个 别的群组员传给我 就说 哎 请那个北家州洋行的掌柜评论一下 因为今天就CNN发 哎 两天前CNN发了一个文章 就是2021年 呃 什么 世界上 The Best City 然后第一名是旧金山 I can't 我完全没办法 我超级讨厌San Francisco的耶 我后来知道为什么了 是那篇文章为什么会这样 我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评估的标准是 他访问那个当地居民 然后就会有一些问题啊 就说啊 你觉得这边的夜生活怎么样 有没有很chill 然后 你有没有觉得 proud to be a citizen there 就是一些问一些很自爽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会那么高分 是有道理的 因为旧金山已经降了 就如果是 现在还待在那边的人 一定是真的真心喜欢她 对 他一定 他一定访问说白人啊 他一定 啊 好不行 我真的 我真的要报答 他才会说 San Francisco 就是平复超级不均 然后路上全部都是 屎尿的一个地方 可是白人 好啦 affluent的人呢 就是会 他们会住在他们那一区 很美的 很可爱的小区 然后旁边可能有公园 然后可以遛狗遛小孩 然后晒太阳 然后到所有地方都搭Uber 哦 就过得很爽 就是他不会提 我觉得这是 因为我们不会嘛 我们会省钱嘛 我们不会到哪里 都来Uber嘛 对不对 那他们到哪地方 都会来Uber 我们到哪地方 就是我会要搭公车 我要搭地铁 然后到公车上面 会有homeless人 突然上来 然后对你破口大妈 这种 然后或者是搭地铁的时候 就是会有 就是 我有朋友看到 人家在地铁上尿尿 就直接吐一拖下来 直接尿 尿在车厢里 哦 完全是啊 那个Bart 就是每一间车厢 都是尿烧味 然后我有个朋友 他就说 因为我就这篇文章 他看完之后他就说 他每天都搭Bart 上下班 然后他每一天哦 然后他真的没有遇过 电车没有坏掉过 就每一天就 哦 超扯的 他说什么是 门坏了打不开 关不起来 或是停在中间 十分钟不开 然后他还遇到 两次车厢抢劫 这有够衰的 哦 天哪 对 然后还有什么 开错方向哦 就是地铁可以开错方向 然后开到一半司机 发现他开错 哈哈 哈哈 超好笑的耶 就是很慌 很慌 没有San Francisco 我觉得这个 北加南加 真的是可以聊一集 非常久 哦 对啊 我真的 我真的很没有办法 哦 后来我搬到南湾好多了 哦 搬到南湾好多 你在旧金山 在住了多久啊 呃 我在旧金山 住了快五年耶 五年 对啊 很想死耶 那时候 那真的超想死的 我首先在旧金山 搬去旧金山 是因为我前男友 他就是那种热爱 对于他觉得旧金山 is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的一个美国人 然后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还没有办法 然后一开始 为了要省钱 我们去住 一个旧金山的 很破败的地方 嗯 然后 我有一次我妹来 找我晚上 带她去吃饭 然后回去的时候 还有人跟踪我们 很害怕 我那时候很害怕 因为我们就两个女生嘛 然后在晚上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她就一个很高大 然后穿着护地 然后她就是真的 一直在跟着我们 嗯 然后会不会遇到 这种事情 然后没有办法洗衣服 洗衣服要 就是要抱着一大篮 就是我住在山坡上 然后要走 抱着一大篮 就是走下山坡 去洗衣服 然后那个山坡 又很陡 然后洗衣服 常常里面洗衣机 也坏掉 然后就要在里面排队 然后就在那边等 然后旁边洗衣服的 就是也都是 就是只有我一个 年轻站满足 其他全部都是 就是大妈 然后阿嬷 然后带着一些孙子 就是Hispanic 这样讲很racist 但是你知道就是 在那边 其实全部都是 Hispanic的这种 老人啊 还是什么 老人小孩族群 我是住在那个 那种leatherhood 哦 你是那在哪一区啊 叫Excelcior 你不会听 对 很很很 那个就是 她真的是在 比较南边 但她还是算 旧金山市里面 嗯 但是往北住就太贵 然后往北住要嘛 就是要住在Mission 那Mission的话 那个路边就也 全部都通了 其实也没有好乃去 但是我朋友 住一个Mission里面的 一个老房子 就是那种 Victorian style 那种房子嘛 然后她在里面 租 租 租一个小房间 然后她有 三个roommates之类的嘛 然后那个房子 就已经够小了 然后她的小房间 又更小 她小房间 这个很小很小 很小的窗户 大概 大概就是一个 我们的笔电的 那种大小的 一个小窗户 然后我觉得好像 她就住在那个房间 她就就一个 一个很小 想要窗户 然后我就天哪 她那个收集 其实很多年前了 就已经要 1600 那个房间 1600 对 那个很旧的房子 里面的很小的一个 只有一个小窗户 的小房间 很像储藏市 就要1600 Oh my god 就云山真的好贵哦 对 太恶心了 反正我对 我那个城市 有非常多可以说的 非常的感冒 已经感冒不行了 什么地方都 很臭 然后又很贵 那你搬来南湾之后 你有在 你还会想要回去 那个去哪边 就周末去旧金餐逛逛吗 就很少吧 就很少 非常非常少 除非我真的很 crate for 他们那些 有些很好吃的餐厅 还有bacery 就是我会想要去 买它的面包 然后我要去吃 一些日料 这样 就是我 然后还有咖啡 咖啡也很不错 对 但是 那时候night life OK 就是 Pork Street OK有些night life 但是 你跟LA的night life 怎么在比呢 Come on LA的night life 多好玩 超好玩 LA的那个night life 就是你去 Watts Hollywood 的那个gay bar 哦 里面的那些 小圈要帅 到不行 然后都还会表演 然后他都会 在各个不同的桌子 就是他会有这种 表演 然后你可以去塞钱 塞在哪里 就不说了 就是你可以去塞钱 然后他就会 跟你互动 或者是表演 就是整个LA的那个night life 就是很空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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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大家也很happy的 很多元的 然后呢 Tabit Siko的live 就是因为那个 一间一笔 一间小 然后都在地下室 然后就 很涌集 但是又有点 然后那个音乐 也有点点 太 太电音 或者是 太 我不知道啦 就是比较文青 偏文 不够流行 对啦 就是他们是走 另外一个风格 就是会玩的人 就会说 哦这个才是 你知道吗 厉害的 可是我就是想听 Tabit Siko在那里 跳舞啊 你知道怎么样 就是他们那种 就会很 太高级了啦 太高级 我没有办法 但是LA就是很happy 有的LA就是 你去给吧 然后还有韩国的夜店 哦 里面真的就是 Obba跟 Oni跟 哦 听说韩国的 那个吧 如果在纽约的话 他们还会挑长相 就是你穿的不够 爬哩爬哩 然后你还 不让你进去 LA会这样吗 有可能 没有LA 我觉得还是属于 比较casual的 所以你其实可以 穿个小 小热裤 再加个那种 呃 Taint Top 你可以去 那些 Gate Bar玩 也玩得很high 然后LA 还有普遍 LA的人的颜值 都比较高嘛 都很高嘛 你走到那儿 就可能会遇到 肌肉也比较大 然后就是还有肌肉 对对对 小膜跟肌肉 你就整个 那个体验 就很好啊 因为你 你会看到 美丽的人群们 反正就是 对 无法逼你 无法逼你 对 曾经在LA的时候 真的好开心哦 超开心的 啊 对 怎么变得聊这个 就是这一集 为什么变得聊这个 对对对 哦 好 因为这边呢 我觉得算是一个转折 就是因为你 为什么会从 那个 金融业 因为在LA 又很开心 然后男家很开心 然后从金融业 顾问业 然后转职到科技业 因为刚刚是讲到说 你盘点你手上的资源嘛 就你在 你有金融数据的背景 然后也学到很多新的tools 然后你这时候突然想要转职 发现 诶我可能可以试试看 数据分析的工作哦 刚刚是讲到这边 对我想要问一下 刚刚那个LA 跟那个Cowbase and Friends呢 应该不会点击去吧 那边全部都会流渣 没有 我觉得这边是 天哪 完全完全露线耶 本来是一个就是 专业之牙作家的 知识 知情 好啦 我随便理解 好 这位 这位少女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刚刚聊 那个小费塞在哪里的话题 倒是比较嗨 天哪 Oh my god 小费叫到柜台 OK 叫到柜台 柜台才会拿给Dance的 Vembo给他们 Vembo给他们 我们都是用 对对对 我们做大事 我们都是用支付 OK 用支付工具 是的支付工具 要研究 好 好 我觉得很棒 这边就是稍微 离题讲了一下 我们在对于旧金山的 一些看法 以及他 以及Fiona 多么怀念男家的生活 这样 好 那既然如此呢 因为听起来北架生活 生活环境 其实不是很好 那要怎么样支撑 你可以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下 公司继续做下去呢 因为你又是右转的产业 然后又有一点右转的方选 其实大家的经验来看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你要嘛 通常都是 我通常在像 类似的产业啊 我只是转换 我做不同的工作 那或者是说 我去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产业 但是我做同一个方选 比如说 就还是做marketing 所以呢 我也很想知道说 你这样做了一个转换 有没有什么 一开始一定很痛苦嘛 那有没有什么 得心应手的地方 然后发现 哦对了 我就是太适合做这个了 或是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 在当初的转职的时候 嗯 我现在脑袋还很乱 因为我一直在想着 我要怎么替我自己洗白 你知道吗 我先洗白一下 哇 刚刚完全以为不会播出 我洗白一下 那旧金山 那真是我非常个人的经验 我因为我很多好朋友都在旧金山 我觉得我阿B最杀了 我真的很多 很多很多好朋友在旧金山 好啦好啦 就我自己一开始在那边住的前几年 真的是就是这个人生 有点比较比较低落的事情 所以OK好结束 那后来搬到 我后来我搬到南湾 就是比较 就有点像台北新竹的 搬到新竹的这种概念 会比较适合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有比较好一点 那到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 我怎么样撑过来的吗 或者是怎么样子去鼓励自己 然后调试自己 然后因为转职这整个过程 我觉得也是抱持着那种 边走边看 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 总是会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自己学的 当然 当然我在旧金山 那时候真的是很top 就比方说 真的我一开始在那里住的时候 可能住的地方真的是很偏远 然后如果从我家出发的话 我要先走 我在山坡上 一直要强调在山坡上 那山坡真的很陡 然后我可能要走个10 10分钟15分钟 才可以到个公车站 然后到公车站之后 我还要再搭一个15分钟的公车 才可以到Bart 那个地铁站 然后在地铁站之后 还要搭一个20分钟 就是 然后之后出来 然后我还要再走路 一直等大段 就是其实他 其实我上班空行时间 也蛮辛苦的 所以他就是50分钟之类的嘛 那生活是还蛮苦的 没错 可是会有一些 也会有一些很棒 比方说 到一个新的城市 我还是可以 我还是有所体验 我还是有体验到 就是说 一些night life 好吃的餐厅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交到了一些 很棒的朋友 就是我的同事们 真的是 就是我那时候 在那间支付公司 我同事真的好棒 就是我在那个时候 真的是有交到了 很多那种 革命情感的姐妹 的那种感觉 然后是 心酸血泪一起分享 然后当我就是 很低潮的时候 他们都会一直鼓励我 接纳我 然后包含我 那个时候分手 我分手之后 没有地方住嘛 然后我就去 各个同事家住 就是同事哦 有同学 然后呢 有姐姐们 然后他们就说 你要不要来我家 然后直接空出来 他们整个客厅 然后很大的沙发 然后让我就睡一两个礼拜 然后我从AD弄 然后我后来找到房子了 然后呢 大家说OK 所以我要搬家 我要搬离 就是我要换一个环境 我搬家了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就说 那我有什么家具 你是不是没有家具 然后哎 我有那个朋友 朋友的朋友 在找室友 你要不要去 就是真的就是 出外靠朋友 出外靠朋友 而且他们都 都大地人哦 就是有 有台湾裔的 然后但是有 韩国裔的 有 金法碧眼的 白人姐姐 有各式各样的 他们都对我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我当然 我每次都一直在靠北 救济山 可是事实上 在那段时间里面 真的就是在一个 自己 一个人在外面闯荡 然后很年轻 然后遇到了很多挫折的 这个状态之下 还要遇到一些 很棒很棒 很善良的人 然后他们 他们工作能力 然后心态什么的 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们就是我的榜样 所以 所以我觉得就是靠着这些 最后还是靠着朋友 靠着这些温暖 然后来支撑下来 所以 对啊 所以现在其实回想起来说 那段经验 真的还是 还是很美好 还是很让人感动 就是 出外靠朋友 然后 因为我觉得这是 每一个 留学生嘛 或是就 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人 一定会面对的事情 就一开始 你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就只能 抓着那种仅有的朋友 或是你的connection 然后 然后再一步一步 慢慢 settle down 就是找房子啊 什么的 对啊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 人的生命就是 觉得你可能很不适应 或你觉得你很不快 或你觉得你到了一个滴骨 可是事实上会有一些 你会还是会遇到一些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就是不要忘记 永远都会有那些生命当中 那些 很温暖的 很美好的 那些亮光 一定要把自己导回来 到一种 就是非常正向 然后直牙 然后心灵 导湿的这种角色 不然大家会一直在想说 早费到底是塞在哪里 所以 所以我们 就必须要就是回过来 我们想说 就是其实生命当中 有黑暗那里 一定有亮光 真的 好啦 我们就先许愿 就是Fiona的新书 卖十万本之后呢 我们就公布一下 可以得到什么表演 十万本 好 但是因为今天 我们还是要朝着 这个打书的这个角度嘛 那尤其是 刚刚我们讲了很久 说他主打 就是说给没有梦想的人 该怎么面对 这个直牙的探险的指南 终于要进入主题了 我们的第一阶段 好 来来来 来 第一阶段 首先先说一下 我觉得直牙探险 它是一个 延续性的过程 就是 我自己 那个时候 面对到最大的困难 就是说 我觉得没有一本书 它是从头告尾告诉我 说这一整个旅程 它到底是长得一样 因为 我面试的时候 我就是去看面试的书 然后我履历的时候 我去看履历的资料 然后职场觉得 沟通有问题 那我就看沟通的书 所以 所以 收集到的东西 跟我的学习方式 都是一种很骗 很片面的 但是 我觉得这一整个过程 其实是很连续的 而且你从头到尾 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关卡 然后你的那个迷惘的感觉 会一直都在 所以我有点像是 以这样子的心态为出发 我去写一本 就是好像 游戏破关技能 用一个很连续性的方法 跟大家说 才会有 就是初级 中级 跟高级 那首先初级 就是真的是 最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写给那些 你一开始 想要尝试 找工作 还不知道什么 找工作 找实际 是什么东西的人 那个时候 然后你又没有梦想 你又没有不懂 你该怎么办 所以我会讲到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会讲到 就是说 收集资料很重要 我职业探选的一个过程 我一直强调说 我会看我手边 有什么资源嘛 所以我会讲到说 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那你就先从手边的资源 手边的牌开始看 那哪些是资源 可能学校的职业中心啊 可能你的好朋友啊 去上了一个什么课啊 或是你教授啊 都可以 他们都算资源 所以不是说 一定是要去上一个 什么什么课程 或者是一定要收到 什么什么课 或是你一定要拿到 某一个offer 它才叫做开始 其实不是 你的开始 就是从收集资料开始 收集资料的这个概念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 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比的就已经不是 说谁成绩好了 谁考了98分啊 谁考了100分 你比的是谁 比较愿意去探索 比较愿意去收集资料 比方说你比较愿意去参加活动啊 去问人啊 去看一下职缺啊 这些东西都算收集资料的一部分 你收集了资料之后 你的讯息自然就会来 自然而然会根据你更多的资料 去拼凑出你现在所处的地形 我们把它想象成你是在探险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就先看你脚下的地形是什么 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说 你想要往左还是往右 所以先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我会讲一些抽集资料的一些 进阶的方法 例如说联系业界人士啊 Networking啊 这种什么是Networking 就是我做的事情吗 我联系了Fiona 如何搭讪路人啊 这种的 那你在Networking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表现你 表达你自己 或是你要写email 要怎么写啊 就是这种东西 我小PayPal啊 使用的东西 我都把它写在里面 所以 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初几天 有谈到这个 然后另外呢 好 你现在收集资料完了之后 那你就觉得 哇 眼前有很多直缺 或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啊 那我不知道 我可以 我能不能胜任 那我不知道 我有哪里好 或者是说 眼前有十条路都可以走 那我就走这十条 统统都走嘛 不可能每条路都走完嘛 那你就要看一下说 你比较适合哪一条路 或者说你OK 可以走哪一条路 那我的 这个指的不是说 就是你要做性向测验啊 或是你知道 我喜欢做这个 不喜欢做这个 有点像是说 你现在在探险 你知道你眼前的方圆 大概两公里之内的地形 大概是这些 那你要看一下 你背包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可不可以去做那件事情 假设你前面是 你是游泳店家 前面有个小溪 好 那我刚好有带溯溪的东西 那我去走这条路 假设你非常的怕水 那你当然不要去走 小溪的那条路 但是 然后你背包里面 又有什么登山 这样好 那我们就去爬那个 旁边的这个坡 有点像是这个概念 所以你也要知道 你背包里面有什么 就是你的能耐是什么 怎么看出自我价值 我也有写出方法 对啊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嘛 因为大部分的人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都看不到嘛 那把它剧透一下 剧透 好来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的听众 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的能耐 对 尤其是我觉得台湾人很常 就会觉得 哦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这样 其实 嗯 对啊 你可以 有一个方法 叫做拆解法 就是 你比方说 你做一件事情 你在做报告的时候 做一件事情 那 做报告 或者是息息 嗯 我们写在旅程上 就会说 我把老板收集资料 的end 那你就是 那你就会看不到你自己的能力 你看到就说 我收集资料 就是这四个字 嗯 可是你可以把它拆解 你回顾你在做这件报告的时候 你把它拆解成 更细的过程 你会发现你运用到了很多能力 比方说 你帮老板每天收集就是产业资料 然后把它整理成产业新闻寄给他 嗯 那首先你会有收集资料的这个能力 你会 你会去看各种新闻 你会去用资料 好了 收集资料能力 之后你把这些产业新闻 都下载下来之后 你不会只是附置贴上吗 你会稍微看一下 然后稍微统整一下 拍一下 就说哪几篇比较重要吗 所以你会有吸收消化跟统整的能力吗 然后呢 再接下来 吸收消化跟或者是依据就是重要性 给他分门别类啊 或排序啊 这种 prioritize好的能力 然后之后你可能还要 老板还要给你 你可能要写个摘要 说email里面你要说 老板 今天某某公司怎样怎样 然后谁谁谁 他上市 然后他怎样了 所以 这几篇老板看一下 然后主要的重点是什么 你可能给他就是 写很简单的几句话 那你这就是一个统整跟 summarize的能力啊 然后你再把它寄给老板 对不对 然后你在每天早上都在七点前寄给老板 那个也是一个在高压环境之下工作的一种 就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嘛 当然你就觉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这还好 可是你要练习 把你自己做过的事情 用不一样的一些角度 去看到一些自己的好 那你在写履历 或你在面试的时候 同样的事情你就可以讲的 比较有深度 或者是比较活灵活现 你去处的方法 你就可以 你就不是说 我实习的时候 我帮老板经理治疗 我每天早上自己的email给他 就是也没什么啦 就每天都这样 这些实习生也是这样子 对啊 对啊 但是你就可以说 我每天早上 为了让老板 掌握最新的产业资讯 老板告诉我说 在七点以前 一定要看好 什么什么多少的产业资讯 然后统整给他 所以我会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之后 我会用什么样子的方法 分门别内 以帮助我们的CEO来阅读 然后之后呢 我还把它统整成 就是三句话的一些产业的心智 然后来交给他 那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练习 但是我觉得 我在收集资料之后 我也成长很多 可以帮助老板 掌握产业脉动 那也可以提供 老板一些决策的一些 他是需要的一些讯息 那如果你用这种方式 去沟通 或是你知道 或是就是去强调 你自己的好的话 那你就不是那一个 贴资料给老板的人 你是一个可以帮助老板 做决策的小帮手 而且这不是吹牛啊 这也不是什么 过度包装 它其实就是你真的在做的事情 只是说你从来没有想过 哦原来可以 用这个角度来看 这样子而已 对没错 懂得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的能力 比方说你去路上 路边带领小组去发问卷 那我以前念行销 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报告作业就是 我们要发问卷 我们要设计问卷 发问卷 要发满可能200份 然后你再回来 然后再把那些问卷 key到excel里面 然后你要去统计 然后我们就要去做这个报告 那你今天负责的 就真的就只是带领 从组同学五个人 一起到学校附近的路口 发问卷就这样而已 那你可以说我发问卷 或者是你可以说 我统筹了我这个小组 在练日下 然后我们分配到 不同的路口发问卷 然后我会根据人流 比方说这个路口人比较多 我就会 我就会在几点的时候 安排多点小组的 马上在那里发问卷 然后根据人流来安排 发问卷的小同学 应该要怎么去 然后每次发问卷的时候 你会受到很多的拒绝 可是没有关系 我又再接待力 然后最后 我们这组成功了 发了200分问卷 然后之后我回来 然后我又把问卷 弄到我们的这个 ecell里面 然后一一同整 并且算出 就是各个题目的平均分数 但你这样子看来 你不是展现 非常非常多的能力吗 你有同筹小组同学的能力 然后你还会安排 根据人流来去安排你的这个 发问卷的那个站点 然后你还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不怕被拒绝的精神 去向路人发问卷 然后你有耐心 你愿意做事 最后你还有数据处理的能力 把问卷的这些资料 化为数位的资料 然后并且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然后去统整 它会整合变成insight 然后最后再报告报告说 原来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给分是几分 然后怎样怎样 听起来真的是很像 因为我之前念商学院嘛 就真的是很像那种 学校职丫中心在教你做的事情的 如何写履历跟编故事 对啊对啊 所以这本书我就是有点像是把 自己学到的这些 真的是精华 给大家听 其实有些真的是 就像我跟你一样 之前念研究所的时候 也是职丫中心的老师 才教我们的这些东西就是 我们可能有在学校面 你就觉得说好像很不宜 就学着说学校都会教我们这些 可是事实上这一些 这些资源并不是 我 finishes 我意zić 我意�bre 词 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